哈囉大家好,我是今年考取一般行政雙榜的黃絲甲 那我會選擇數位的原因是因為我在時間跟課程的安排上都可以很有彈性 我可以依照我自己的進度然後時間狀況去安排我今天要上到哪裡 然後要上哪些 那在有問題的部分我也可以反覆的去聽那些課程去釐清我不懂的地方 那數位學任呢還有深入批改的服務 你每個月一定要講教深入批改 因為這樣才有老師幫你改 你才知道問題點出在哪裡 那有老師幫你改 知道問題在哪裡之後上去國考寫生論 你才能夠回答出老師要的東西 那另外呢數位學院還會幫你籌組讀書會 讀書會呢你可以認識到你一起考試的夥伴 那些都是你的好夥伴 在有問題的時候你們可以彼此詢問 才能會有互相討論有解答 那一起努力一起進步分享彼此的念書方式 這樣子在國考上你的進步方式能夠會越大 那讀書會呢你們可以透過每次不同的練習 深蹲練習啊選擇練習也都好 這樣呢大家一起念書有競爭才會進步 那最後呢國考畢竟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 每個人都要努力的撐下去 只要撐下去這都是一條有終點的道路 相信大家都能快都能夠很快的考上